如果可重遇 你最快樂時 從邊聽父母 首先《回到最愛的那天》這首歌 我形容它為是一首很真實的歌 為什麼呢? 因為是我自己要求去做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 我一直都有一個概念 如果一個歌手連自己的歌 都不覺得好聽 或者不感動到自己的時候 我怎樣去唱得好 或者可以影響到別人 或者感動到別人 所以我自己覺得 一些真實的內容 永遠都會比較容易有共鳴 或者打動到別人 在什麼都未開始之前 我自己問了很多的朋友 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有一天你可以回去 以前人生的其中一天 你會選擇做什麼呢? 一開始我以為 大家都會回答我一些 比較開心點 或者有趣點的事 例如是 小姐女女 第一次懂得行 或者獲獎 或者升職加薪金 但原來有很大部分的朋友 除了這些開心的事情之外 會回答我一些 會選擇一些遺憾的日子 回去做一些修補 那譬如是 想回去 選擇多一次 就不會打子女 或者選擇 不會送爸爸媽媽去老人院 而其中有一個很深刻的 就是 爸爸 傳訊息給你 叫你小心身體 保重身體 早點睡 但是 你因為在做事 或者其他原因 沒有回答他 但是爸爸突然離開了 那 那 這些 很痛的答案 我就把它交給 舒文 交給Wiley 交給林玉玲 就填了 做了這首 我形容它為真實的歌 那 為什麼現在會有一個 叫做 父子版 即 劇場版 是因為 的確很多朋友 都剛好 有關 即 想回去那天 都是有關爸爸的 而又剛好 就來父親節 所以就有這個版本 那 為什麼會找 石修先生去做這件事 是因為 我真的有想過 究竟我 這八年 在這一行 有沒有一套電視劇 或者一套電影 是 有父子的關係 原來真的沒有 唯一是想到 做新人那一年 就是做一個電視劇 是有校長 男校長這件事 就 又想起這個人的聲音 其實都挺前盛 而且一聽就覺得是爸爸 所以就找了石修先生 很有趣 其實我問了大家這個問題 之後才發現 其實我自己都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是去到 錄音 開始錄音的時間 我才想起 其實如果有一天 我可以這樣做 我會回去哪一天 那 我都以為我會想一些開心的事情 可能是 如果現在 強迫性格 硬地要我想 那當然是 譬如 比賽 新秀贏了 進入公司 譬如是 中學時期的一些畫面 但原來我自己都會選擇一些 遺憾的事情 譬如是 是 婆婆離開之前 沒有見她最後一面 這一個 是到現在都很痛的 就是 因為 他們住在內地 那我一年很少因為探親 或者放假會回去 那可能 極其量都是新年 或者真的 有一個很長的假期 我才會回去 那可能一年都是見到一、兩次 那 這個是其中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是 我跟媽媽吵架 那 說了一些 很難聽的說話 和很不應該說的話 那我希望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能力 當然希望回去 收回那些說話之餘 不同的吵架 這些是 我自己的答案 在一個很不想做 情歌的項目上面 其實除了情歌 可以有很多題材 那 找到John Alden這首歌之後 就發現 其實 未有詞的時候 就已經覺得這首歌 應該是一個夢想 那本來 就應該 按照 就是之前的 次序 當然是 就是 填詞啦 編曲啦 唱啦 那就完了一件事了 但是 書文覺得 很想 有一次 是比較特別一點的 就是 譬如今次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 想由不同的年齡層 去出發 說夢想 那 就 很大規模 也都 花了很多錢的情況之下 就 找了 三個年齡層的朋友去拍 就是小朋友 青年 其實是我的支持者 然後 找了一群 老友記 就是 前輩 去幫忙拍MV 和唱歌 錄音 那 很有趣的 其實 本來 我自己都沒有想過 那麼感動 但是 因為拍MV那一天 也有一個 小小的 問題問他們 就是 你們覺得 幸福是甚麼 覺得 夢想是甚麼 覺得 快樂是甚麼 而 大家的答案 都是很 很窩心的 就是大部分當然都是 我自己都是一樣 就是希望家人 齊齊整整 就是身體健康 也都有一些 希望 兒孫 發高長大 那有一些 你看到一些小朋友 會有一些 很 很純真的答案 就是 希望 環球世界 希望 做生物學家 就是 有很多很有趣的 答案 那 而 這首歌 其實現在 我和孫文都很滿意 因為 想不到地 其實都挺感動的 就是 會是 好像 三個年齡層的朋友 和我都很熱血地奮鬥 那 所以 是一個 我自己都很開心 因為這次公司 又肯讓我做這件事 而 拍MV的錢 其實差不多 是多過這首歌 其實是製作費的 所以 很難得有這個機會 那我和孫文都很滿意 鐵柱之契其實是說 有一點點說 都是說珍惜 那 還有 如果 家人 離開了 包含離開了 你會有什麼想法 或者如何面對 就是 剛好 那一陣子 其實 阿謙家裡 有些事 那他就填了這首歌 那一開始 因為 因為說 親人中間 那個關係 就是 所有事情都取代不了的 而歌詞上面 其實 可能大家聽下去 會覺得 有一點點 或者其實 開始的時候 書文 連書文都有點誤會了 是說 愛情 但是 我自己入園去唱 其實我覺得 已經是說親情的 那 比較上 嚴肅一點 我想是 這首歌曲裡面 最深的一首歌 就是 因為 那一件事 不是 不是很簡單的可以 呈現到 或者很簡單的可以 說到 唱到 那 可能 大家 聽一兩次 頭一兩次 會覺得是說愛情 或者 甚至乎 你會幻想 可能是 一個 離開了的 男朋友 或者女朋友 零半 但是其實 是說親情的 這首歌 其實 的確 跟副仲有少少 相似 也就是 在說 現在的 這個 時代 或者世界 有很多 大家都有很多 不同的 看法 而 這首歌的感覺 就好像 我 踢拖想外出 買些東西 但是 看到很多 不同的東西 而不滿 有很多 可能是 那些東西 很貴 貴到你不知 為什麼會這麼貴 或者 樓價很貴 或者你看到 去到一些旅遊區 旅遊景點 看到一些人 做一些 你不可以理解到的 一些行為動作 然後 就回家了 那 我覺得 我自己的看法是 是不是花生友 我其實 都 未必是的 如果我不是做這行 其實我可能 都是一個 蠻粉青的人 但是 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你又有很多 事情 未必 可以發聲 或者未必 適合他發聲 所以 做一個 花生友 又未上 不是一件 壞事 當然 有很多事情 很想說 而 我甚至乎 是未體會到的 因為 我也是二十多歲 而已 而 這支VP 我想其實 《回到最愛的那天》 即這支 點題的作品 其實已經 代表了我 現在的一些想法 因為 《回到最愛的那天》 其實是講珍惜 不要讓自己後悔 要活在當下 那 當然 我自己也有 曾經不珍惜的時段 或者 發牛鬥 每天 都得過且過 希望快點完 可以回家 打遊戲 的時間 但是 現在 會珍惜了很多 的事情 或者緊張了很多 工作的事情 甚至緊張了很多家人 那 我想這支歌 其實是 現在代表了我 其實我有 三四年 沒有拍電影 或者沒有拍電視劇 原因是 想多些時間做宣傳 那 之前 在香港出完 廣東碟會將那支 帶回內地做宣傳 那 所以其實沒有時間 去做其他事情 那 直至到去年年底 開始拍電影 那 其實現在 心裡都想拍多些電影 或者拍電視劇 就是希望 更 更 拿回多些 感覺 因為其實我自己都喜歡 拍電視劇 或者電影 特別電影 所以 譬如 剛剛前兩天才拍完電影 那 這支支聖劇 其實其實是六月五日出 8月份 會有一個 我和其他朋友仔 公司朋友仔 吳奈威 鍾雪曼 林欣彤和馮允謙 應該會有一個人奧會 然後應該會再有一套電影拍攝 而至於會不會年底再出多一支點 我想就要看看時間上能不能安排 或者看看大家還會不會想聽我唱歌 看看這支點賣成怎樣 看看公司有什麼想法